一般的细菌性肺炎治疗后不会复发 当然病人可以在下一次再出现肺炎 而不是原来的肺炎的复发 如果你再感染了肺炎 那么要重新检查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 选择肺炎的肺炎 选择它的合适的治疗方法 我们仍然要进行前面的那些检查 包括影像学的 包括血的化验和痰的检查等等 肺炎病因很多 每个病人感染的可能医治 也可能不一样 比如在流行季节 我们可能很多的病人 都是同样的原因得的肺炎 肺炎它在不同的时间 你比如说你今年得了肺炎 明年再得了肺炎 可能跟这个就不一样 你这次可能是肺炎炼九菌肺炎 下一次可能就会出现 像肺炎支援体肺炎 或者是像金黄色葡萄九菌肺炎等等的 就不一样 所以一定是根据病人每一次发病的具体情况 我们正确的治疗 选择正确的治疗方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